台东地方最近因县长选举变得格外热闹, 即日前旷利争登记参选搅乱政坛春水, 最近又有自称消息灵通人士在脸书贴文, 早在今年6月吴俊丽为了到大陆拓展事业, 急需建立大陆人脉, 于是透过饶影齐居中牵线, 会务大陆高层, 吴俊丽则答应支持饶影齐大女儿饶庆灵选县长。 吴俊丽和饶影齐今天下午同声博世子虚乌有, 胡说八道,台东县前县长邝丽珍在8月31日登记截至最后一天, 下午2点半委托一名台北市律师代办登记参选, 台东地方政坛流言四起, 但最耸人听闻的是, 有人在脸书贴文指饶影齐老谋深算, 今年6月间, 为了寻求吴俊丽家族支持饶庆灵选县长, 就陪同吴俊丽, 旷李珍夫妇到大陆, 会务中共政治局常委,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, 大陆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及国台办主任刘杰一等人, 原PO指出, 席间刘杰一与吴俊丽想谈甚欢, 留当场允全力协助吴拓展在中国的事业, 不过, 刘也撂下重话说, 要吴全力支持饶影齐的女儿, 若饶得女儿落败, 吴在中国饰演也就, 并比一个掐柱子脖子首饰, 除了邝立真仍不接电话, 记者今天下午前往吴俊丽住家时, 却意外在吴家巧遇饶影齐, 台东市代会主席胡忠南等多人泡茶讨论选情, 对于网络传言, 吴俊丽与饶影齐一口同声搏斥根本是胡说八道, 完全子虚乌有, 吴俊丽, 饶影齐表示, 今年6月初他们利用两岸海峡论坛依据大陆, 开会时, 中国政委常委汪洋, 国台办理任刘杰一, 大陆海协会长张志军会见台湾代表团是很正常的事, 且此形式讨论台东农业问题, 他们听了旷利珍与吴俊丽的报告后, 才知道台湾农产品销往大陆, 简易通关等有很多地方必须再简化, 吴俊丽表示, 这场会面大陆方面唯一的承诺就是保证将来蓝军执政的县市, 会协助包括红楼果, 凤梨, 世家, 茶叶等农产品销往大陆, 饶影齐说, 我们谈的是民众利益, 不是个人厉害, 网路留言是竹高接菜刀, 台语, 吴俊丽更强调, 全台东人早就知道他早在20年前单一掌时, 就经常带助议员和农会干部到大陆交流, 第一届的两岸双败论坛, 他就担任论坛主持人, 他的两岸关系早就很好, 不是现在透过饶影齐建立的, 针对网路留言对暖指导台东选情, 饶影齐, 左, 与吴俊丽今天下午同吃, 胡说八道, 图读者提供, 分享, 好 拜拜 谢谢大家